近日,陈妍希带着儿子小星星现身北京首都机场 当天,陈妍希穿着白色的长外套,内搭着红色的针织衫和白色裤子,长发披散着,看着很是时髦 小星星则是穿着一件白色的羽绒服,内搭着红色的运动套装,母子俩的穿搭都是白配红,像极了亲子装,陈妍希全程牵着儿子的手,画面看着很是温馨 陈妍希看到小星星口罩没戴好时,还转过身贴心为儿子整理口罩,太有爱了 小星星全程也是非常乖巧,由妈妈牵着,走在身后小小的一只 今年已经五岁的小星星虽然全程都戴着口罩,但还是可以明显地看出,她的眉眼像极了父亲陈晓,两人就好似一个母子里面刻出来的,完美继承了父母的优良基因,小小年纪就如此帅气,长大后肯定又是一枚大帅哥 小星星跟妈妈站在一起身高都已经到其腰部了,真是暴风生长啊,毕竟爸爸沉小身高一米八,完全不用担心小星星的身高啊 话说,陈妍希对于儿子小星星真的是极尽宠爱 在去年儿子五岁生日那天,陈妍希曾发布了一首新歌《小星星》,她的这首歌就是专门为儿子做的 今年年初时,陈妍希又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歌曲的MV,视频里面记录的全是小星星成长的点点滴滴,从生出来但现在,画面内容十分温馨 歌曲开头的前两句是小星星现唱的,声音奶萌奶萌的,十分可爱 去年,陈妍希还带着小星星一起去逛书店,母子俩还一起拍了合照,当时穿着一身机车服的小星星也是非常帅气的,小星星还很乖巧地配合妈妈拍照,妥妥的小暖男 此外,去年万圣节时,陈妍希独自带着儿子出门玩,在小星星玩累了的时候,陈妍希妈妈力十足,抱着儿子就往前走,小星星五岁了肯定不轻,但陈妍希丝毫没有喊泪,作为母亲,陈妍希真的很棒 陈妍希和陈晓两人是音系生情,2015年官宣恋情,年底求婚成功,在2016年两人领证,并且办了婚礼,两人结婚时的那个头沙吻让人看了也是脸红心跳,真的好会 现在两人结婚6年,感情依旧十分甜蜜呀 前段时间,作为丈夫的陈晓还去探班了妻子,两人一起手玩手边走路边聊天,恩爱极了 后来陈晓更是直接霸道总裁式的一把抱着陈妍希,甜蜜的味道都快溢出屏幕了 现在他们的一家三口很是幸福,希望能够一直稳稳地幸福下去